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股市一共是上涨了4 连涨了4天 最终这个股市收盘在7130点 距离历史最高位7132仅仅是相差了两个点 中国股市也有小幅上扬 其中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0.3%和0.4% 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美国三大指数基本上是轻微上涨 道琼斯下跌了0.08% 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指数则分别上涨0.2%到0.3% 在股市一外地区黄金价格上涨15美元 目前报价1583 油价也上反弹1.5美元 目前美国油一桶报价大约是在52.50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 包括我们的客户也在反映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中国的疫情的确诊人数 包括死亡人数是不断地在上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澳洲的股市它不但没有连续下跌 反而还出现连续上涨 连涨4天 再次逼近到历史的最高 安理说澳洲和中国经济这么密切 这个中国受到疫情影响 澳洲也会有连带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它没有表现在这个股市上呢 那么今天我们趁这个时间 就给大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毫无疑问的是呢 澳大利亚和中国目前经济绑定的是 非常的紧密 各个行业各个板块呢 都需要来自于中国 或者是来自于中方的订单和客户 那么其实呢 澳洲的股市里面 也受到这次疫情影响 有很多股票下跌非常严重 比如我们熟知的 像奔赴红酒 像Blackmore澳家宝 甚至于像这个A2牛奶 也出现了小幅下跌 大的呢 下跌则超过了20% 那么像其他与旅游相关的 飞机的订票网站 航空公司 包括一些地面运输 下跌也是非常严重 但是在这样的下跌的背景之下 澳洲的股市在上周却能实现 四天的连涨 这就说明呢 在股市的整体板块里面 上涨的 要超过下跌的 以股票数量和它的占据的比重来看 那么澳大利亚我们知道 它的最大的两个权重板块 第一就是银行金融 第二就是矿业能源 只要这两个板块呢 没有出现太大的下跌 那么整体来说 澳洲股市就能够基本保持不变 那如果大盘在连涨了四天 毫无疑问 这两个板块基本上呢 也会同步上涨 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在疫情如此严峻的环境之下 依然能够保持上涨 在这里我要再次跟大家简单确认一下 或者说跟大家重复一下 股票市场里面 股价的定价来源 我们知道一个公司的报价 它比如说 这个像去年澳洲最火的板块 就是先购买后支付 Afterpay公司 三年前它上市价格 仅仅只有五毛钱 也就是0.5澳元 在上周五收盘的时候 达到了38澳元 涨幅超过了76倍 但到目前为止 这个公司目前的半年 和最新的财报 依然是在亏损的 一个亏损的公司 居然能够涨70多倍 为什么 这正是因为 我们知道股价它的定价 有的人愿意掏38块钱 来买一个目前还在亏损的公司 为什么 就是因为股价反映的是一个公司 或者说投资者 对于这个公司盈利能力 和未来表现的一个预期 也就是说 大家买的是它的未来 不是过去 不是现在 而是将来 所以说 为什么能够在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之下 实现澳洲股市实现四连涨 这就说明很多的投资者 看好了目前澳洲股市里的主要板块 银行和矿业 为什么能够看好 简单来说两个原因 其中很大一部分 其实也是来自于疫情的贡献 正是因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第一季度的打击非常之大 所以大家都会 基本上会觉得 中国政府和中国央行一定会在第二季度 或者说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 开始超级大利好来刺激经济 这个超级大利好一定会有助于澳洲的板块 你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 还是释放天量的资金 都会帮助澳洲的矿业 以及澳洲的银行 那么第二个原因 则是澳洲自己 也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加上澳洲在我们知道 在去年圣诞节附近到现在 最近才被扑灭的森林大火 都严重影响到澳洲本地的经济 因此在这一次疫情的推动下 很有可能澳洲央行在今年会加速 它原计划的降息计划 所以中国的超级大利好和澳洲的降息 这两个利好政策 基本上今年是板上钉钉 也就是说十有八九 在这样两个背景之下 投资者会觉得 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 未来的政策利好将会更加美好 现在的困难越大 以后的政策帮助的力度也就会越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钱它肯定是没有感情的 而且它是逐利的 也就是说哪里能够赚钱 这个资金就会到哪里去 在疫情如此严峻的背景之下 依然有人愿意连续花钱买股票 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那些人是傻的 相反 在澳大利亚 绝大部分的买卖来自于机构 也就是说 对冲基金 养老金 投资基金等等 这些人可都是专业人士 他们愿意这个时候连续买入 说明的是什么 说明的是他们对于疫情好转之后 有特大利好政策的强烈预期 所以我们散户很多时候 基本上有的时候 自己也不用太多的动脑子 如果你想懒人躺着赚钱 基本上就看着这些聪明的人 他们什么时候买 他们买什么板块 我们就跟着买 比如说我们第二个问题 将要说到的 在上个星期 澳洲股市四连涨的背景之下 上涨最多的就是银行和金融板块 为什么呢 这些钱 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候 都涌到银行和金融板块去 在问这个原因之前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 上去年 也就是2019年 澳洲股市其实已经创到了7100点新高 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哪个板块 是没怎么涨 甚至于还下跌的 其中最大的一个板块 就是银行板块 2019年4月 澳洲国民银行被皇家委员会盯住 董事长总经理下台撤职 到了8月份 轮到了西太平洋银行 董事长总经理下台撤职 到了11月份 AMP再次被盯上 再罚重款 巨款 所以整一个年度 其他的板块都在涨 银行呢 却跌了15% 多的有20% 你说这合理吗 的确它的盈利呢 下降了一点点 像联邦银行 最新公布的业绩 赚钱能力跌了4% 但是去年它的股价 可是跌了20% 这不对称 所以去年跌的最多的银行 或者说金融板块 就是今年投资的挖地 我也反复强调 反复推荐 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说 其实如果我们作为散户 如果我们拍脑门决定 这个股票热门 我去买它 那个股票热门 我去买它 很大程度上 会是要变成炮灰的 那怎么样不变成炮灰呢 那就是跟着那些 聪明的 有钱的 有能力的人 他们买什么 我们买什么 前提就是 这个公司有潜力 这个板块有潜力 那么在如此疫情之下 我觉得 重大利好也好 澳洲降息也好 都会刺激到 澳洲本地的经济 如此一来 银行也是最大的 收益方之一 所以 在目前银行股 普遍价格比较低 相比于其他板块来说 他们的投资的潜在 回报率 是最高的 所以说 今年如果大家不知道 买什么好 那这个时候 澳洲的金融和银行板块 就是你首选投资的板块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任何投资上的疑问和问题 随时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电话是03-8658-0602 和8658-0603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 澳洲中文官网 查看我们以往的视频 包括我们早上的实时广播链接 官网就是3w.gomarkets.com.au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